大家好,我是肺俊 从一张画竟然可以进入到一个像自然博物馆一样的世界中去 这种精妙的写生 为我们今天研究宋代的花鸟画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线索 这张画它可以说是中国工笔绘画的一个典范 在中国花鸟画历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今天也非常有幸来带大家进入到写生真情图 这样一幅非常奇妙的绘画作品中 写生真情图现在是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它其实是故宫收藏的十大名画之一 这张画非常独特的地方是 它好像不会构图一样 一张不大的作品中 塞满了二十四只栩栩如生的真情 那当我们仔细看这个画作左下角 你会发现有一个父子居宝席五日的提款 那什么意思呢 因为它的其中一个儿子叫居宝 也就是说这张画其实是为他的儿子居宝学画 所形成的一个范本 桓全他绘制了写生真情图 让儿子来通过临摹 来去研习如何画花鸟画 那我们说桓全作为五代时期的代表型的艺术家 那么他所绘制的写生真情图 尽管是一个就有放画特征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写生的作品 但你会发现依然不影响它成为 中国工笔绘画上的一个典范 它所画的这些情料 结构正确 骨肉兼背 形象锋芒 而且它也是运用了一种叫双钩填色的 这样一种绘制方法 但所谓双钩填色 就是我们先用非常细的毛笔 用墨色把它外轮廓勾勾勾出来 然后再用工笔熨染的方法 一层一层地把颜色熨染到鸟的身体之上 并且用熨染的方法再去勾勒鸟的羽毛 而且它还会在传统的运色的技术上 再利用一些白色来去勾勒非常细微的鸟的眼睛 头部的一些毛发的细节 用笔非常的严谨和精练 线条细径 呈现出一种非常精微的细节感 同时它使用的色彩很华丽 给人一种非常生动逼真的视觉感受 由黄泉为代表的五代花鸟画 被称之为叫黄家富贵 当然黄家富贵又被称为黄泉画派 或者叫黄派 在中国花鸟画历史上 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也被誉为是五代花鸟画的两大牛派之一 盛代的画家 他们非常善于观察事物 而且非常精于写身 黄家本人在做画的时候 一直强调要真实写身 因为我们今天的画说叫艺术来源于生活 所以它会在现实生活中真的去照着 比如说这些真情异兽来去学习 来去描摹它的这个形态 以及它的质感 画面中的有十只鸟 但你看看每只鸟 它属于不同的鸟类 它有不同的羽毛的质感 不同的体型 在动态上也非常不一样 像左下角的这只鸟 它其实是一个在沙地里生活的这种鸟类 做虫子的那一个瞬间被它捕捉到了 画面右上角的这只鸟 那是一只从高处往下降落时的一种飞行的动态 所以我在想 黄泉在这张放画的画作中 他想给它儿子传递的不仅仅的是 怎么画一只鸟 而是说怎么样去捕捉真情的一种状态 每一种状态里面 似乎还带有一种情绪和氛围在里面 比如说麻雀妈妈给小麻雀喂食的这样一个家庭的氛围 还有熊啾啾气昂昂的蚂蚱 非常有气质 似乎在这里面还能感受到一些女人化的特征 就是好像每一只真情都是在某种情境中的一种状态 所以从这些不同的动态里面 能感受到好像我们在看这个动物世界纪录片时候 我们捕捉到这些微观的极富神态的这样的一些瞬间 很多人说中国画好像里面都没有透视 但其实你在这张画里面你会看到很多的真情 它是具有透视的 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画家是知道透视法的 像画面中的这个乌龟近大元小 非常有透视规律的这样一种绘制手法 给这样一个非常平面的绘画增添了很多空间的这种趣味 但是你又会发现这样的写实的绘画作品和西方的写实绘画作品 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 是因为在中国画中没有观影的概念 这些栩栩如生的比如说鸟儿或者是蚂蚱也好 还是乌龟也好 它的立体感不是靠观影来营造的 而是靠线条的结构包括笔墨的疏密来形成的一种立体感 就是这是非常不同于西方以观影来塑造形体的这种造型语言 这也是中国画里非常有特点的一种绘画方法 我曾经对《写人真心图》这张画非常痴迷 通过绘画也能感受到那个年代人们的这种审美情操 以及生活方式 像黄泉这样的艺术家 就是他能够非常写实地逼真的去刻画 比如说花鸟甚至于是人物 但是它是一种有节制的对自然的再现 比如我们看黄泉所绘制的《写人真心图》 它里面的这些色彩是非常高调的色彩 应该说艺术家在把握这样的写实性的写生绘画的时候 主观上做了很多的处理 这种处理让我们看到绘画中既呈现出一种精致高贵这样的一种气质 但同时它又不奢靡 它并不希望完全地去复刻一个自然景观 而是从自然景观中提取出 它认为最能表达自然美感的要素 来进行极尽精微的这样的一种描绘 体现出一种非常有节制的 一种近期止末的艺术上的追求 也就是所谓的艺术上的高级 就来自于克制 就来自于对自然不是单纯的客观的描绘 而是经过艺术处理以后形成的一种简约 这种简约 我觉得对今天艺术实践者本身有一种专业上的一种传承 我曾经试图用宋人的笔法 宋人的审美方式再结合数字技术 形成了一个叫飞鸟奇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公共艺术作品 但今天的观众还能置身其中 和这样一段远古的文化进行对话 进行互动 更重要的我觉得对今天的生活方式是有启示的 如何能够简约而精致的生活 如何能够有品味 有品质的生活 我觉得这个是在树化中所传递出的一种文化信息 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中国人是可以这么精微地去刻画一个小生命的 为后世的工笔绘画花鸟画传承 奠定了美术史上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 在中国花鸟画历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我没想到你 你能够对着 你能够对着 你给这参加并就有很大的切 你能够对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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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小鸟的工作 你能够对着 你敢问我